是什么让一个完全不能接受苦味的儿童 变成血液里流淌冰美式的成人 是什么让怀穿梦想的年轻人 化身为无欲无求的咸鱼 咖啡人早已统治地球数千年 这样的观点在最近三个月 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讨论 究竟是威严耸听的谣言 还是有志之士的严肃警告 今天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咖啡人 深入挖掘他们隐藏许久的秘密 我们找到了这个视频的制作者 爱河茶 VAXT 一位咖啡学家 作为国内少有的专职研究咖啡人的教授 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 和史书记载不一样的故事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咖啡人 这个群体直进行形 藏在联系当中很多年了 我做了一些研究 所以就为这个 哎呀 来你藏 不管谢谢 我只喝拿铁 拿起来 探探 啊 什么 啊 没什么 那现在我们从咖啡堆起源 开始讲起吧 公元九世纪 一位牧羊人发现 它的羊吃了一颗植物的种子后 变得非常兴奋 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咖啡 但据爱河茶告诉我们 咖啡的历史比这久远的多 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500万年前 毁灭恐龙的并不是陨石而是咖啡豆 6500万年前一个巨大的咖啡豆撞击地球毁灭恐龙 但由于它体型太大 被人们误了 远古时期 人类社会发展还不完善 身体也没有完全进化 所以身体形状更容易被咖啡改变 山海经等文献古籍记载 人们在塞克地发现咖啡人 这是历史上关于咖啡人最早的文献记载 这些咖啡的东西是最早的灵状 的产生性混乱人和咖啡豆 在这个语言时期 人体的体育体已经成为咖啡豆 体形状并不容易改变成咖啡豆 它们只能够障碍在咖啡的体育 但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和普通人们的体育和体育性 例如咖啡的氧 在教授时期的温度和健康 他的生活是100% 明显不是普通人 除了有 Confucius, Libyan, Wango, and Princess Sissi 这些人,在智能和身体上比较高 其实是咖啡人 唐宋时期 咖啡人开始从思想上渗透人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沐鱼也随之传入 它的功效奇特 可以让和尚病除杂念 越敲越清醒 我们合理怀疑 是咖啡人故意投放咖啡的 至沐鱼里 循序渐进童话地球 除此之外 在一些古代的画像上 我们也能找到咖啡人的影子 时间来到近代 开始有聪明的人类 发现咖啡人的存在 并且觉得不对劲 林泽旭虎门硝烟销毁了一大批咖啡 但他们的力量很小 咖啡的影响力巨大 他们无法撼动 咖啡人推动咖啡 都作为权力地位和力量的象征 逐渐渗透了一大批普通人类 现代社会 咖啡人更是渗透了方方面面 越来越多的咖啡饮品 出现在现代人的生活里 咖啡人的目标 咖啡人的扩张迅速且疯狂 不只是地球 就连月球也有了他们的踪迹 清醒一点地球人 如果不想被咖啡人占领的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远离拿铁吧 好谢谢你的讲述 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没关系 我应该做的 并没事够紧